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今天我們就要說現在由美軍最高級別的軍政階層傳來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就是美軍正在現役當中的空軍絕對主力 令他們美國人引以志豪的F-35戰機現在由於他的戰備率去到一個不可接受的地步 所以這些美軍高層可能在未來的日子就準備放棄到這個F-35 消息傳出來之後就令到很多人覺得十分震撼 原因就是F-35好像是服役了不久 這麼快就來到準備放棄 是不是當中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他的戰備率遠低於預期 同一時間美軍高層準備放棄F-35對於中國來說是否一個危險的訊號 因為同樣都是作為裝備大量第五代同代戰機的中國 會不會因為這些第五代戰機出現了明顯的缺陷 美軍決定壯士斷備的這個舉動同樣適用於中國呢 稍後回來我們就會來講講這件事 與此同時就在最近有一手命名為076型的新一代 結合著輕型荷武兼兩棲攻擊艦造型 於一身的中國最新型大型軍艦 最近他的設計造型就被曝光了 從他的外形看上來 就可以說到 在全世界的範圍來說 是沒有一手相同 跟他一模一樣 集合到那麼多功能於一身的藍隻 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就可以說到 屬於我們中國 只此一家 優先走出來的 全新 設計的一種藍種 究竟076型 這一手 集合到輕型荷武兼兩棲攻擊艦於一身的藍隻 會為到我們中國的海軍 帶來什麼革命性的影響呢 稍後回來我們也會來講講這件事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自從我們香港政府在今年加了煙稅之後 市面上就多了很多不正當的煙仔發售 有見及此 有個良心的媒體就派出記者 明查暗訪就拆解了這些賣黑市煙仔的狡猾招數 稍後回來 我們就為大家報導一下 現在我們香港的黑市煙仔究竟有多麼猖獗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19年的時候 有一位內地環球時報的記者 他叫做傅國豪 在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被搞事的黃人 按住他不讓他走 以及在機場那裡來打他 雖然傅國豪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傅爸爸就透露 傅國豪走之前 是總共有70萬的欠債 以及 當時他在機場被人打 被搞事分子搶了他的銀行卡 令到傅國豪 銀行卡裡面的錢 沒有了 那究竟事情是怎樣 我們稍後回來就說一下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來到更新一些消息 由於 在5月30日 即是 我們這條片放映的明天 格仔就已經動身去了新疆 進行到12天的新潮民新疆之旅 所以 有鑑於此 我就決定 在臨出發之前 的那個晚上 即是今晚 星期一晚 來再加開多一場直播 所以在這裡就提提大家 今晚星期一晚10點 是有我們新潮民的直播 而且 我們今晚的直播 是齊人的 還有的就是 在我出發到新疆的這12天 裏面 我們新潮民都會繼續 播放影片給大家 但是 那個播放頻率 就不是 再是一天一條片 而是隔天一條片 直至到6月10日為止 在這段期間 我就特地 為大家準備了5個專輯 這5個專輯裏面 全部都是咬心力血之作 花了很多時間和功夫製作 希望在這段時間裏面 大家看得開心 亦都可以透過這5條影片 深度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正處於的世界格局 究竟是怎樣 主要都是圍繞着 中國圍到中心 去做出發點去探討 所以 在這12天裏面 大家就凡請等格仔回來之後 再為大家 每天去更新影片 就好像平時這樣 是要等我回來以後 就會照正常出片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 請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現在美軍 正高層 釋放了一個訊號 而此準備放棄到 現在美軍 絕對的當家主力 就是這架 我們經常都聽見的F-35 隱形戰鬥機 F-35作為美國空軍 那麼新銳的絕對主力戰機 也是當前 美國空軍依然有採購 的唯一一款多用途戰鬥機 但就在 近月的這個時間 美國空軍 所負責到戰鬥機項目 的一位中將 他就叫做 麥克爾史密特 這位麥克爾史密特中將 在國會的時候就說到 正在現役中的F-35 根據數據顯示 大概只有三成 的這些現役F-35 是能夠正正常常地 去執行 所有的任務 正因為這樣的數據 他就在 向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 裡面所提交的 書面證詞說到 對於這個比率 空軍方面 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哪有可能 只有三成 的現役F-35 能夠執行所有任務 而其他那些 其餘的七成是不可以的 那個戰備率實在太低了 根本不可能接受得到 目前來說 計算到美國三軍 也就是 美國的空軍 美國的海軍 以及海軍陸戰隊 所現役到的F-35 大概就有540架左右 這樣我們可以 幫他計算一計 只有三成 完全的戰備率的F-35 也就是說到 現在美國三軍裡面 所能夠 具備到完全任務能力的F-35 只有 大約是160架左右 這個表現都可以說是相當之差 究竟F-35是不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不妨看看 其餘 不同的 那些所謂美國的盟國 同樣都有 F-35機隊的其他國家 他們是不是遇上 相同的情況 先拿個近一點的來說 韓國空軍的F-35機隊 據聞就在 之前2021年 1月份 去到2022年的6月份之間 其下韓國空軍的F-35機隊 總共發生了 234次的缺陷事件 其中 這234次的缺陷事件 使得 172次不能夠飛行 62次的這些缺陷事件 使得 他不能夠執行指定的任務 而在之後的統計數據 也就是 去到2022年6月之後 又發生了117次 不能夠飛行的事件 以及45次 不能夠執行任務的紀錄 看來 同類型的事件 並不是 只是單單發生在美軍的身上 連其餘裝備到 F-35的國家 都有相同的事件正在發生 事件的確令人覺得很詭異 我還記得 早前 美國空軍就走出來表態 說到 對F-35的評價相當高 這個評價大概是兩年前左右說 按照 當時美軍所公佈的數據 F-35的戰備率是超過七成 也是美軍各國型號戰鬥機裡面表現最好的那款戰鬥機 因為其他型號 其餘美軍戰鬥機 他的戰備率大概是 50%出頭 那到底代表什麼 也就是代表了 僅僅過了兩年的時間 為什麼突然F-35 就出現大崩壞 戰備率跌了那麼多 現在來說 他的評價 就由原本大鑊好評 變成一落千仗 其實F-35戰機 就有別於 我們之前的第四代戰鬥機 也就是我們 經常聽見 早前熟口熟面的 例如是F-15 F-16 或者是F-18 這些 傳統的第四代戰鬥機 F-35 他的飛行性能絕對一般 即使是跟他之前的前輩 也就是我們剛才提及到的 F-15 F-16 F-18 他的飛行性能肯定是差過他的前輩 而之所以是 F-35能夠成為到現在 美國的當家主力 就是因為 他是具備到 剛才那些前輩們 沒有的隱形能力 而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F-35的食壺位 就在於 機上的作戰軟件系統 這件事絕對不難理解 因為去到我們今天這個年代 就好像 我們人人都有的智能電話一樣 要一部智能電話 發揮出去最大的功能 當然就是 你電話上面 安裝的Apps 也就是那些應用程式 F-35也不例外 他必須要 裝載具體的應用程式 才能夠 完成指定具體的任務 而一些專為到F-35 去到指定寫的軟件系統 並不是當有F-35的時間 就能夠一次過交付到 給美國空軍 等同於我們的智能電話 不會當 你擁有到這部電話的那一刻 那些Apps 就已經有了 一樣的道理 你一定是 在用你的電話的同時 隨著年月的增長 又會 下載一些新的Apps 去做不同的東西 其實那個情形也是一樣 由於F-35 是分階段 來提供給 美國三個不同的軍種 也就是美國空軍 美國海軍 和美國海軍陸戰隊 所以 在這個時間 就會出現到相應的軟件 在交付之前 不同種類的F-35 分了三個型號 F-35A 就是傳統的空戰作戰型 以及 專給海軍陸戰隊的F-35B 以及 F-35C 三種不同的機型 三種不同的軍種 以及 不同的交付批次 就會令到 飛機相應的軟件 不能夠及時交付 即使是 這部飛機 在交付到比 空軍的時間 那些硬件已經準備好了 他也是發揮不出 他的作戰能力 所以這次美國軍方指責到F-35 他的出動率 那麼低的時間 就是因為 有部份的這些軟件 根本不能夠充分交付 又或者 在他不停地 更新軟件 更新到不同版本的時間 就經常錯漏百出 又或者在更新版本的時候 時間太久了 所以就導致F-35 經常不能夠 有適當的軟件 來進行 適當的任務安排 而不是說 那部飛機 本身的硬件 真的壞了 不過雖然說就這樣說 我們再看下去 由於F-35 就真的好像一部智能電話 他隔不久 就會更新一次 這也是 第五代戰鬥機 其中一個有別於上代戰鬥機 明顯的特徵 但是 美軍就似乎 廣點不廣點 雖然 美軍的高層就說到 因為軟件的問題 才導致F-35的出動率那麼低 但是 其實F-35的硬件 都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根據到美國軍方的規劃 第三階段的大規模改進 新版本的F-35 接下來就會將它的雷達換掉 就會由最新型的APG-81 全新的電掃描雙控陣雷達 來取代舊的那一款 之所以用到這款全新型的雷達 就是因為面對著 中國在隱生和反隱生技術方面 取得到突破性的成就 而與之抗衡 才要採用這款新型的雷達 若然不是的話 還是用著那一款舊的 APG-77 在面對著 我們中國空軍的第五代戰鬥機 殲20的時間 根本 是毫無抵抗之力的 但是當換了新雷達 的F-35 當這些新的雷達的功率 高了那麼多的時間 也即是意味著 雷達的耗電量 會比起前一代來說 要求是高得多的 一架飛機 所有的電力 其實都是要透過飛機 在發動的時間 或者飛行的時間 就由飛機上面的航空發動機 去提供這些全部的電力 如果飛機的發動機 動力不足的話 是不能夠同一時間 在滿足到飛行性能的同時 又要滿足到 耗電量多了的雷達 以及 其他的電子系統的用電要求 所以 在美軍的角度來說 當他為了F-35 換了新雷達之後 亦都希望 能夠為F-35 換一款新的 更大功率的發動機 以支持著 整架飛機多了出來的耗電量 但是 現在這項工作 面對著相當大的困難 不過 就沒有在今次 在國會的時間提及 其實 美國的政客們 一直以來 都對F-35多多批評 口諸不罰 就例如 前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麥凱恩就說 整個F-35的計劃 無論在成本 進度 或者性能方面 這個計劃 既是一個醜聞 也是一個悲劇 甚至乎是悲哀 說到那麼盡 也不是 沒有他的原因 雖然他這番話 就好像說到 美國國防部 好像為了當年 要讓F-35 成功地 做到這個 美國的空軍主力的時間 直接說到國防部 為了這樣 好像當年要騙著國會 在之前大讚他 所有事情都是好 到現在 過了海就神仙 最終他本身的問題 就浮現了出來 看到今時今日 那麼不堪的場面 出來 而那個很有名的 什麽德蘭公司裏面的智庫 也是抱著這個立場 他也認同 既然 F-35 這麼不堪的時間 究竟 有沒有人要出來負責任 甚至乎 是要承擔法律責任 因為你當年 好像故意隱瞞性能 現在原來發現到這個飛機 那麼多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找人出來負責呢 當然 到最後是沒有人負責 因為 現在有可能的就是 無論軍方那邊也好 國會那邊也好 可能都已經 達成了某種默契 就是 既往不救 既然現在 F-35 是有這麼大缺陷的時間 但是 不做都做了 現在唯一的補救措施 就是 將F-35的訂單 大幅度削減 盡量將 接下來的預算 撥給其他類型的項目 這樣更好 其實說到這裏 你說F-35 是不是真的好差 某程度上 可以說是 我們先來講他的缺點 再講他的優點 他的缺點就是 這架飛機 在設計當初 由於要兼容到美國三軍之用 所以 就仿如四不像一樣 開頭想著 可以顧及全面 方方面面的時候 反而是搞到這架戰鬥機 很多飯都不行 例如他的航速十分之慢 又甚至乎 其中一個改版F-35B 載彈量也是十分之少 再加上 由於他的性能 以及速度 都是比較差的同時 但是他的角色 是要用來 作為絕對主力使用的 所以 當去到 和擁有到 同樣 都是有第五代戰鬥機的國家 進行到對決的時候 F-35的劣勢 就暴露了出來 原本 美國在設計到F-35的時候 在採購到 這類型的戰鬥機的時間 美國是不認為 全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 擁有到 成熟而先進的第五代戰鬥機 所以他就覺得 即使F-35 性能 可能是差一點 但是性在夠便宜 可以大量建造的時候 這樣也沒有問題 因為 美國 是一方獨大 他就認為美國的空軍 掌握著絕對優勢 所以 F-35原本的角色 就是一款 支援型的戰鬥機 而在 打主力空戰方面 本身 美國就想到 除了自己 有數量那麼龐大的 戰鬥機機隊 能夠保持絕對優勢之外 還有另一款 打空戰的主力F-22 這款由90年代已經橫空出世的 隱形戰鬥機 就想著 F-22的優勢 起碼都可以保持到 2030年 但是所有事情 都猜不到的就是 中國的進步 以及中國的第五代 隱形戰鬥機的橫空出世 就令到所有的這些東西 格局完全改變了 由於F-22 這架90年代已經出世的戰鬥機 就不像我們今天 看到的F-35 是預留大量的改裝空間 又有軟件的不斷升級 情形 又可以拿回電話來形容 即是你90年代的電話 不會有Apps 不會有這個 軟件可以讓你自己更新 就算你怎麼改它也好 由於F-22的位置就很燙 所以 想安裝新的電腦 或者一些 新的顯示屏也好 都是安裝不了的 因此 本身用到來主力打空戰的F-22 放到來今天這個年代來說 在暴升級改進的情形下 儘管 即使空有隱形能力也好 都是不夠我們的第五代戰鬥機殲20打的 但同一時間 F-35自己本身的設計 只不過是一款支援型的戰鬥機 這樣 是不是很尷尬呢 也即是說到 現存美軍的兩款隱形戰鬥機 F-22 又或者F-35也好 一款是 設計比較老舊的主力隱形戰鬥機 另外一款就是 本身定位是 比較低廉價格的 支援型隱形戰鬥機 這兩款戰鬥機 同樣地都是因為 先天的設計 不具備 跟我們解放軍最新的現役 主力型空優的 殲20戰鬥機去對抗 面對著這個兩難局面 其實真真正正 由到 今時今日 美國空軍的高層 提出這個 F-35戰備率不足 令到他們非常不滿的訊息 那個原因 其實就是 可能F-35 都不是太差 但是 美國空軍是不能夠接受得到 一個現實 是他們的戰鬥機 竟然沒有一款 是可以能夠有效 壓制住我們中國的 F-35 因此與其是如此 倒不如壯士短臂 就把原本已經 預算到 大量採購的F-35 那些訂單 都剪掉了 再建造數量更加多的F-35 都是沒有意思的 他們美軍要的 就是所謂的 絕對空中優勢 現在 中國的 殲20 再配合 類似我們空警500 那麼先進的預警機 就足以抵銷到 原本 F-35 唯一的優點 就是我們剛才說到 F-35 上面那些軟件很先進 對於 戰場感知的能力是相當之高 這就是他唯一的優點 但是 在殲20以及空警500 再加上我們 長程的空對空導彈的這個組合裡面 原本F-35的這些優點 都已經沒有了 因此 根據我的推斷 現在 都可以很肯定地說一句 美國的空軍 是想將 整個 預算的重心 放在他 接下來 已經在啟動的 第六代戰鬥機身上 現在來說 美國空軍 就有一款 第六代戰鬥機的研究計劃 就叫做 NGAD 第六代機 同一時間 美國海軍都提出了自己的第六代戰鬥機計劃 新的這些飛機的研製 裡面所需要的錢 是需要十分之多 這樣這個時間就唯有犧牲到F-35 現時這個 最大的 美國空軍 或者美國三軍 的採購項目 看來這裡的時間 我們就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訊息就是 可能美國空軍的第六代飛機的研製 是有一定的階段性發展 否則的話 不會 做一個這麼冒險的行動 也就是意味著 很有可能 在不久的將來 美國方面會推出一款 性能超過F-22或F-35的新型號戰鬥機 而且以美國 空軍的一貫性格 他認為這款 屬於他們新型的第六代美軍戰鬥機 在性能上 是壓得住我們中國 殲20 才把所有的錢 放在這個計劃 而現在來說 這個訊號已經越來越明顯 所以 給我們中國空軍的啟示 以及危險的訊號就是 我們必須要加快到 我們新一代第六代 的國產引營戰鬥機的進度 雖然 我們都可以正式宣佈 在第五代戰鬥機的領域來說 我們中國已經贏了美國 這件事簡直是從前來說是沒辦法想得到的 我們最新型的 殲20改版 也就是雙座版的殲20S 其實已經有半隻腳踏入到第六代戰鬥機的範疇 就可以被稱之為第五代半的戰鬥機 原因就是 我們的殲20雙座型 這個版本 具備到 控制到 幾架無人機 也就是那些忠誠瞭機的能力 這個也是 典型第六代戰鬥機必備的因素 所以說到 我們的殲20雙座版本 並不是 好像傳統來說那些第五代戰鬥機的標準那麼簡單 因此 究竟是美國 首先研發到他的第六代戰鬥機 還是我們中國 能夠接觸先登 到了這一刻 也是很難說的 雙方之間 都有各自各的優勢 但是有一點是不變的 就是 誰能夠 首先研發到第六代戰鬥機 並且投入使用 那一方 就是能夠得到 絕對空中優勢的那一方 現在 根據到數據所指導 第六代戰鬥機 相比於第五代戰鬥機的作戰能力 是有大幅度的提高的 那種提高 以及代差 更重要 我們現在第五代戰鬥機 和第四代戰鬥機之間的差距 現在具備到引營能力的第五代戰鬥機 大概 在不同的報告裏面 都可以告訴我們 和傳統的 上一代第四代戰鬥機的差距 形容到 只要第五代戰鬥機上面有多少顆導彈 這樣就可以擊毀到 相同數量的第四代戰鬥機 因為很多報告都顯示 第五代戰鬥機對著第四代戰鬥機 都可以打出 起碼是 十幾比零 甚至乎 去到過百比零 的這個數據 當然 一架飛機上面 不可能有過百顆導彈 而同樣地 在戰場環境 空戰環境越來越複雜的情形下 隨著資訊戰 無人戰 以及 電子戰 以及 AI人工智能 種種因素加上 面向的未來戰場 那個複雜性 是會比現在來說複雜得多 因此 我們才能夠預算得到第六代戰鬥機 比起第五代戰鬥機 的那個差距 還會來得比上一代更加緊要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看來這個時間 我們不妨說 另一款革命性的駕鑽 這款武器 並不是屬於美軍 而是屬於我們中國 一款命名為 0716型 結合到 航空母艦 以及兩棲攻擊 艦於一身的艦隻 究竟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呢 在這裡就預先告訴大家 它是為了 我們中國海軍 帶來 革命性 顛覆性的影響 這一款這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中國軍艦 它的名字就叫做076型 兩棲攻擊艦 關於這一艘艦隻 已經不是第一天 我們聽到它的消息 因為在現在 有大量的 現役075型兩棲攻擊艦 入役之後 就有很多朋友 說到 夠不夠中國用 可能接下來 會有一種改版型號 兼備到輕型航母的角色 我在這裡 就來到放一幅 在網絡上 的撤相圖 給大家看一下 076型 的輕型航空母艦 或者叫兩棲攻擊艦 它的樣子究竟是怎樣 根據到這幅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076型 就有別於 傳統的075型兩棲攻擊艦 可以採取 具備到 航空母艦的 斜角甲板 而且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 或者叫有一套 電池的 彈射器 忽然還有兩套 在傳統的兩棲攻擊艦來說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全世界也好 是沒有可能 擁有到 只有航空母艦上有的 邪角甲板 以及 彈射器 根據到 新的遇上方案 076型 可能會採取 燃氣輪跡 和傳電推進方案 因此 它的排氣管比較大 所以 所借用到的設計 就是類似現在 英國的一首 伊利沙伯女皇號 採取著一個 命名為雙艦島的設計 亦即是 本身我們據知道 一般的航空母艦 只有一個艦島 它分開了兩頁 一頁在前頭 一頁在後面 中間那些 就是排氣管 前面那頁 負責 航海方面 以及操作艦隻 功能方面 後面那頁的艦島 負責到 起降任何 無論是有人 或者無人飛機之用 零七十六型之所以 這麽劃時代 除了它的造型特別之外 它在中國海軍未來的定位 亦具備 三種功能 第一種 就是兼備到 現在都很流行的無人機 裏面的 無人機航空母艦 它既可以 彈射到一些比較大型的 兼備到 偵察 和打擊能力的 擦打一體無人機 亦可以彈射到一些 隱形的無人機 而在改為兩棲作戰的時候 這一類型的無人機 就可以 向到陸地的目標進行 重心的打擊 而在遠洋作戰方面的時候 又可以利用到這些大型無人機 進行到長距離 長時間的監察 之餘 還可以利用到 這些拆彈無人機 來攻擊到 想要攻擊的目標 所以在全世界的範圍來說 這一刻還未有一款 專用來 給到無人機 尤其是 大型擦打一體無人機 所起降的航空母艦 零七十六型 可能就是 全世界的第一款 這是它 第一個賣點 而它第二個賣點就是 它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當一手 傳統的 輕型航空母艦使用 之所以 要在這架 兩棲攻擊艦上 配備到 電磁彈射器 除了為起降這個大型的無人機之外 亦都可以令到它 具備一個傳統航空母艦的功能 由於它是一架 比較小的航空母艦 或者叫兩棲攻擊艦 所以 如果要利用到 比較小的身形 來起降傳統的固定翼戰鬥機 甚至乎是預警機的時間 就一定需要到 電磁彈射器才行 如果沒有了電磁彈射器 即使 比你勉強起飛也好 戰鬥機的 裝載量也不能太大 還要有 滑藥式甲板才行 那就更不要說到要起降預警機 沒有電磁彈射器根本想都不用想 由於 它的新版就比較小 所以 應該去到盡 都是裝載 兩部電磁彈射器 甚至乎 只有一部 所以 它的藍載機出動率 即是出勤率 沒有辦法跟傳統的超級航母相比 所以它的功能大概就是 好像我們現在 看到美國那些 閃電航母 也就是所謂的準航母 本身美國的這些閃電航母 其實它都是一輛兩棲攻擊艦 但不同之處 就在於 它沒有邪角甲板 也沒有 任何的彈射器 功能就比較單一 由於大家的設計思想都不同 美軍就認為 它在他們自己的兩棲攻擊艦 也就是這些閃電航母上面 配備到能夠垂直起降的F-35B 就已經足夠了 但是中國人的確聰明 一早已經動式到 一架垂直起降的戰鬥機 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定缺陷的同時 所以 就用到兩條腿走路 既設計自己 在屬於自己的國產垂直起降戰鬥機之外 也走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 076 這種方案 倒不如 在兩棲攻擊艦上面 配備到電磁彈射器 敢為可以 解決到 在兩棲攻擊艦上面 起降戰鬥機的這個難題 到時不需要有垂直起降功能都做得到了 而且 一定會比 垂直起降的戰鬥機 作戰半徑要大 載彈量更加多 當然 我們的垂直起降戰鬥機近排 都有些新的新聞更新 有興趣的可以看回我們今晚10點的直播 到時我都會說一下 而076型 第三個賣點 就是顧名思義 它都是一款 兩棲攻擊艦 所以 傳統兩棲攻擊艦所有到的功能 它都是有的 例如是 我們075型 兩棲攻擊艦 在它的船尾 下方的位置 就有一個很大的烏仓 這個烏仓 在兩棲攻擊作戰的時間 就能夠 將它打開 然後 在烏仓上面配備到的 一些兩棲登陸作戰載具 例如是氣戰船 快速的小艇 又或者是 兼備到兩棲水陸兩用功能的 兩棲戰車 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由烏仓 走到出來 用以登陸作戰之用 而同一時間 在南上夾板的直升機 以及其他飛機 就可以配合到 兩棲登陸作戰的任務 來造成一個 立體的登陸作戰 而具備到大型烏仓 也有 一個額外的能力 就是我們之前 提及到在蘇丹撤橋的時候 其實 如果時間 和剛巧真的有兩棲攻擊艦 當時在蘇丹附近 一定會派兩棲攻擊艦 來進行海外撤橋的任務 可惜那時 就沒有解乎 但未來 我們可以利用到076型 這款軍艦 在面對中小國家的動亂的時候 它就是一架 很好的撤橋艦 同一時間以它的配備來說 亦可以保護到中國企業 裡面的利益 不會被侵犯 即是說 076型這艘軍艦 未來 大有可為 這個時間 我們就有必要 認真探討一下 076型 這一艘 我們可以叫做輕型航母 加兩棲攻擊艦的艦 在未來 面對著我們最大的敵人 美國海軍的時候 究竟 它有什麼競爭 的優勢和戰略價值 現時來說 美國現役的航母 也就是那些超級航母 排水量都是10萬噸流上 所以 它的綜合性能是非常強大的 超級航母的優勢 就是它搭載的戰鬥機以及飛機數量很多 而且艦載機的出動頻率也更加高 再加上它具有到強大的遠揚以及支持作戰能力 也會比輕型的艦載機更強 但是 時代就變了 不要忘記這一刻 由於 現代導彈技術的急速發展 特別是 我們解放軍擁有的 反艦導導彈 以及 高超音速的反艦導彈 所來的挑戰 使得 傳統的這些超級航母 面臨著非常嚴峻的生存危機 當然 我們中國在未來的航母發展之路 都是離不開要建造多幾艘超級航母 但是 我們不可以照抄現在 美國海軍 在舊陣時的模式 如果 要實現到對美軍的超越 這樣 反而 我們是需要 走不同的路 而建造 數量更多 成本更加低 戰備水平更加高的076型 輕型航母加兩棲攻擊艦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選擇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 在未來的遠洋作戰裡 藍載機的出動效率 未必是成為唯一的指標 從來來說 這個指標的高與低 就仿恥是唯一的標準 但現在已經不是了 隨著藍載預警機 所能夠提供到的遠距離 戰場感知態勢 再加上 高超音速導彈的這個組合 他就給到輕型航空母艦 上面 搭載著 這些高超音速導彈的飛機 以及 這些預警機的時間 當輕型航母 擁有到這個組合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有能力 跟傳統的超級航母對決 這些就是時代的進步 以往來說是沒有這些 所以 以往來說 輕型航母對著超級航母 是輸定的 因為從前那個年代來說 是鬥飛機數量多 鬥艦載機的出動率 誰出動得夠多 以及 以前的輕型航母 沒有電池彈射器 起飛不了預警機 但是現在這些東西 已經完全改變了 高超音速導彈 再加上 可以起降 所以這次的輕型航母 同一時間 都有跟超級航母對決的能力 而退一步來說 如果在和平時期 要形成有效的威懾力 同樣地 更加多的藍隻 是好處的 這一點 我相信 大家都應該想到 而在這個世代來說 就很流行 說到一種所謂的分布式 戰略平衡 意思就是 不要將你的軍力集中在一輪 而是要分開來 部署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 076型 這款輕型航母加 兩棲攻擊艦 就剛好是順應著這個潮流 簡單說 傳統的超級航母 你部署的飛機再多 出動效率再高也好 你所部署到的那些飛機 會比那支高超音速的反艦導彈嗎 不會的 所以 如果在集合到 很多的076型 輕型航空母艦身上 這樣更好 因為超級航母的建造成本很高 使用成本又高 維護的週期也很長 這些都是超級航母的短板 美國現時來說 11艘超級核動力航空母艦 能夠真正出動執行任務 只有兩至三艘 其餘那些都是輪流來進行大收 所以如果將那麼多的錢 都放在11艘超級航母上 美國現在都有點後悔 所以你也看到 那一艘美國級兩棲攻擊艦 也就是所謂的閃電航母 現在我們經常都會看到它的身影 因為 傳統所部署到的11艘超級核動力航空母艦 戰備率不足 就要拿閃電航母做替工 所以我們中國一早已經看到這一點 當我們真的要跟美國人 去到在遠洋的時間 進行力量的對比 這樣 我們就可以抓住這個缺陷 一於部署到 打理容易 建造數量比較多的 輕型076型航空母艦 就可以在數量上 壓得住 他們對加美國的航空母艦數量 我們這些076型的輕型航空母艦 不用像對加的超級航母 經常要排在廠門口等維修 從成本效益來看 用一手超級航母的錢 就可以蓋三至四架 採用常規動力的 這些中小型航空母艦 更何況 我們剛才所提及到的分布式作戰概念 就仿如一拆四 論過生存能力和空間 怎麽都好過 集中於一棵 那麼不靈活 假設我們可以跟美國 來到一換一 一個打理一個 這樣計 我們的數量比較多的時候 是不是有利益 能夠做到這一點 完全都是因為科技上的進步 假設現在 有一場大規模的海戰 是要跟老美 進行到決鬥 這個時間 如果傳統來計 即使是我們 中國海軍 在接下來 只是建造超級航母的情形下 要投入到這場未來的海戰 很有可能 會出動兩至三艘超級航母 但現在不是 現在有076型 輕型航母的時間 原本 由兩至三艘超級航母應戰的組合 就變成 一艘超級航母 再扔多8艘輕型航母 又或者是兩艘超級航母 再扔多4艘 至5艘輕型航母 這樣 那個作戰的優劣勢 完全是不可同日而遇 很明顯 就是擁有到 更加多中型或者輕型航母的那方 就擁有到更加大的概率 來獲勝 所以 我都可以十分肯定 中國未來 肯定會起這一艘 傳說中的076型 具備到兩棲作戰能力 兼且是輕型航母 和無人機航母 於一身的航空母艦 因為實在太吸引 我聽完都很心動 而最重要的就是 現時來說 對面老美 沒有相同類型的艦艇 正在服役 或者正在有這個計劃 準備興建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握這個時間 來到美國海軍 已經剩下不了 很多值得他們驕傲的航空母艦領域上 來進行到 我們中國式的彎道超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尤其在 我最看好的就是 如果將076型 改裝成 再專職的 無人機航空母艦的時間 利用到無人機本身的優勢 這樣就可以為整個 遠洋的戰場 作出顛覆性的改變 未來大洋霸主的地位 很有可能就會加速轉向我們中國海軍 為我們 中國的和平發展走出來的道路 打下一支 超強的強心針 接下來 我們就等著076型 兩棲攻擊艦 能夠 可以讓我們率先看到在船台上 建造的身影 這樣到時 我們再來去預測一下 究竟這隻藍籍 會不會好像我們想像一樣 和圖裏面的 是起到一模一樣 這一點 是十分值得我去期待的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自從我們香港政府在今年加了煙碎之後 市面上就多了很多不正當的煙仔發售 有見及此 有個良心的媒體就派出記者 明查暗訪 就拆解了這些賣黑市煙仔的鼓滑招數 轉頭回來 我們就為大家報道一下 現在我們香港的黑市煙仔 究竟有多麼猖獗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我們香港政府在今年加了煙碎之後 現在市面上就充斥著很多黑市煙仔 當然這些黑市煙仔 就必定是未完稅 以及是由一些不法分子所運作的 現在我們香港有一個良心的媒體 也不怕開了他的名字 就是大公文匯報 派出了記者去明查暗訪 拆解了很多這些黑市煙仔的鼓滑招數 做得這些黑市煙仔 通常都是一些不法的集團去做的 就不同一些正當的煙仔 由正式的公司 引入香港 也不像正式公司 是為那些煙仔 向政府打足稅 但是當記者在明查暗訪的時候 就找到這些 黑市煙仔的供應商 誰知道 這些黑市煙仔 連地址都是假的 還要記者上去之後就發現 這些黑市煙仔供應商 報稱的地址還可以是迷你倉 首先不是那麼熟悉煙仔的朋友 可能就不明白黑市煙仔的種類究竟有多少 以往 以我們對這個煙仔的認識 一般如果說黑市煙仔的話 就有幾大類的 好像大家過關的時候都會買到的免稅煙仔 免稅煙仔裡面 又有分香港關口和內地關口的煙仔 雖然說到 無論是香港或者內地關口的煙仔 在關口的時候 都可以合法購買 但是一旦購買了回到內地的時候 再把這些煙仔 帶回來香港轉售的話 這些免稅的煙仔就變成黑市煙仔 所以傳統來說 我們都會俗稱這些煙仔為私煙 而這一類私有煙仔 好像是香港關口的為例 其實帶回來香港 平常人根本分不到 它究竟是關口煙 還是正常市面發售的煙 因為包裝是一樣的 如果是內地關口的煙仔 雖然包裝不同 但是不法分子把這些內地關口煙仔 運到香港的時候 或者未運到來之前 就可以經過重新包裝 將這些內地的煙仔包裝成為香港的煙仔 來出售到桃利 在這些傳統的私煙種類裡面 還有一種最缺德 就是俗稱的假煙 或者叫做山寨煙 這些山寨煙或者假煙 他們會冒充一些煙仔的大牌子 例如冒充那些漫漫長露 又或者冒充那些有牌子 那些牌子 那當中煙仔裡面的煙葉 所有包裝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假的 就算平時有吞雲吐霧的朋友 單從它的包裝上面 都分別不到它是假的 就要試一口兩口才會知道 這些假煙是純屬假煙 所以非常危險 真的吸進去廢 究竟那些是什麼物質 都不會知道 而傳統的這幾大類的私煙 那些不法分子往往都是透過一些人肉過關的方法 或者是偷偷地運的方法 例如我們經常在新聞上都看到 有時海關去巡查貨車 本來整個車都可能是蔬菜 但當中就混合著一兩箱 或者十箱八箱 就不是他們申報裡面的物品 傳統的私煙就是用這些方法來運入我們香港 但是自從我們香港現在加了煙碎之後 那些不法分子在傳統的私煙之上又多了另外一個新的類別 白牌車大家聽得到 相信不少人也都搭過 但是白牌煙 似乎今年才有 那麼白牌煙究竟是什麼 和傳統那幾類的私煙有什麼不同 這個分別之上 我們可以分為兩個範疇來講 一個屬於白牌煙的產品範疇 一個屬於白牌煙引入我們香港的範疇 我們先講這個產品範疇 這些白牌煙就不同普通的私煙 普通的私煙一定會模仿一些大的牌子 或者是那些大牌子的外國版本 外地版本 經過重新包裝 或者一些假包裝 就做到出來和大家平時吞雲吐霧的煙仔 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因為模仿那些大牌子 因為假霧那些大牌子的話 可能令到別人有信心 但是白牌煙就不同 白牌煙就不是模仿一些大的牌子 或者一些固有的牌子 而是一些連平時的煙文看到都不會認識的牌子 而且生產這些白牌煙的地方 多數都是東南亞 可能由於在東南亞生產 本身可以容易找到一些原材料 再加上那邊的生產成本 又是比較低 同時間也可以生產到 和我們香港圓了碎的煙仔 是一模一樣 而不會被當地政府去抓 所以那些白牌煙的產品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現在據聞 這些白牌煙 比起傳統的煙仔 還加了更加多的吸引力 例如是味道不同 有不同的水果口味 來吸引一些年輕的煙文 或者年輕人 來買這些白牌煙 而不買一些傳統煙 另外在運作的流程方面 買這些白牌煙的不法分子 亦都在手法上 和傳統的煙仔 有多少分別 因為他們會成立一些公司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文匯報》的記者上到發現 是迷你倉的那些公司 就從一些正常的途徑 向海關申請入口 而一部分的煙仔 也會交足我們香港的煙稅 但是交足煙稅的數量 是非常少的 這個就自在 讓這些白牌煙在香港有一個合法性 作為掩人耳目 當這些煙仔已經進軍了我們香港市場之後 就不要理他們正牌的有沒有人賣 偷運過來我們香港出售的白牌煙 才是他們的重點 因為偷運過來的 跟他們完稅的包裝是一模一樣 就算有市民是被警察截查 在身上 手薪的時候找得到這包白牌煙 因為這包白牌煙本身的代理商 是有向海關申請正式的入口和交煙稅的 所以都不能夠即時可以查出 原來那包是偷運過來我們香港的 所以他們利用到這些流動 就大量將一些白牌煙 偷運過來我們香港 而且很多都從這個水路偷運過來 然後這些不法的煙仔集團 就會僱用很多的小艇 向很多的商品 兜售這些白牌煙 他們主要兜售的商品是有什麼呢 就是平時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報紙檔 或者是士多 當然啦 有人守法就有人不守法 想想都知道 這些白牌煙 它銷售到這些商品手中 竟然這些不法集團賣給他們的價錢 那個批發價 比一包正常的煙仔要交的煙稅 大家想想有沒有可能 這些白牌煙 從一個正常途徑來到香港 我也深信 如果是有賣這些白牌煙的商品 他們心底裡都應該會知道什麼事 除了一些小艇向普通的商店去兜售之外 他們做得這些白牌煙的手法 也都好像賣屍煙 會到處去派傳單 或者那張傳單可以稱呼做點心紙 相信有很多住屋村的朋友都有機會收過 就算不是收點心紙 所以這些不法分子 也都會透過網絡上的途徑 來聯絡別人去買這些煙仔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有些不法分子 去兜售這些白牌煙的話 千萬不要上當 因為買賣這些未完稅煙仔 買和賣都是犯法的 應該第一時間 打電話來舉報 不過不要打去控煙辦 應該是打給海關 至於說到為什麼有些商品 好像報紙檔 他們會挺而走險去賣這些煙仔 根據一些相反的feedback 原來就是我們香港加完煙稅之後 煙仔市場 起了很大的變化 之前賣62元一包的時候 他們就賺4元每一包 現在煙仔賣到70多元 他們又是賺4元一包 雖然賺的差額是差不多 但是因為煙仔價錢貴了很多 令很多吞雲吐霧的人士 就會選擇向那些不法分子去買 因為那些白牌煙的售價實在太便宜了 平均買一包白牌煙 都是四五十元 比起買一包真真正正的煙仔 七十多元 足足便宜了三十多元 所以根據一些報紙檔的透露 自從加了煙稅之後 他們買煙仔的生意 是減了一半 因為每個人都為了省錢 就去買這些私煙 所以政府真的要好好關注一下 這個白牌煙的問題 另外也有很多朋友都有意見 說到這次政府在這一年裏 加煙稅 似乎加得太急 和加的幅度太大了 而且突然之間加的幅度那麼大的時候 變相就鼓勵了很多人 直接去購買私煙 因為購買私煙的誘因實太大了 我們新潮民之前 就著煙稅的問題 也發表了一番意見 本來政府加煙稅 是想爛了很多人有吸煙的這個習慣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去解煙 但是當中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改善呢 是不是應該給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讓大家去適應呢 再加上 好像我們香港19年之後 出現的搞事分子 要去抓他們就必然 但是都必然要想 如何透過其他的方式 例如在教導他們 有國家安全的概念 對自己的祖國是有認識 透過這些教育 令他們減低犯罪意識 這樣才可以治標有治本 放在這個煙仔的過程 都是一樣 如果政府想大家 如果政府是想市民少點吞雲吐霧的話 怎樣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才是重中之重 而各位有售買煙仔的零售商 其實如果有人去接觸你 誘惑到你去銷售這些白牌煙的話 也應該要立即舉報他 因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正正在傷害你們的市場 因為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正正在傷害你們的營商環境 如果大家身邊也有朋友是吞雲吐霧的 也要告解他們千萬不要買這些白牌煙 因為買和賣都是犯法的罪行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19年的時候 有一位內地環球時報的記者 他叫做傅國豪 在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被搞事的黃人 禁止他不讓他走 以及在機場 就來打他 雖然傅國豪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傅爸爸就透露 傅國豪走之前 是總共有70萬的欠債 以及 當時他在機場被人打 就被搞事份子搶了他的銀行卡 令傅國豪 銀行卡裡面的錢 沒有了 那究竟事情是怎樣 我們稍後回來就說一下這件事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在19年的時候 那群搞事者 圍堵機場 當時一位內地環球時報的記者 他的名字叫傅國豪 被搞事份子圍住的時候 他就勇敢地大聲說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 那位記者 我們新潮民之前也報導過 他已經離開了 非常可惜 一位那麼勇敢的記者 在受到搞事份子不人道對待之後 竟然令到他不能釋懷 但是現在有最新消息傳出 傅國豪父父父父 就說到傅國豪當時 在機場被人禁住和被人打的時候 他的銀行卡被搞事者搶了 還說到他銀行裡面十幾萬的存款 全部都不逆而非 而且還要把他的卡滾爆了 令他欠下巨債 巨債的金額 就有接近七十萬人民幣 並且 傅國豪在香港出差的時候 那些出差的費用 一直都沒有向環球時報報銷 所以他就探釋到 傅國豪生前 一直都是貼錢 去幫這個環時打工 看到這一段新聞的時候 大家千萬 就不要立即生氣 因為傅爸爸說的話 我們都要分析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 總不能因為我們支持傅國豪的這個立場 就不去分析所有的資訊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們跟那些黃人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如果是傅國豪欠債的這個問題 若然說到 是因為他在機場被人禁住和被人打的時候 是被人搶了他的銀行卡 而他的銀行卡裡面 可能又有兼負信用卡功能的話 是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被那些搞事份子拿到錢呢 相信在現在這個年代 每一個人都會有銀行卡 無論那些銀行卡是存款卡也好 是信用卡也好 其實每一次當你去到使用這些卡的時候 銀行都會為每一筆交易 來向你通報 那些通報的方法 多數都會是 發信息去你電話 所以若然是有人盜用了傅國豪的信用卡 或者是銀行卡 每一次去交易的時候 傅國豪是必定會知道的 若然大家有回到內地去到使用信用卡的話 都會知道 通常我們香港人去到使用 內地必定會問我們 信用卡有沒有密碼 密碼是什麼 因為內地銀行機構 發出的信用卡 就不是輸出的信用卡 絕大部分都是輸入到密碼 若然不輸入密碼的話 有機會是過不了錢的 而且所有銀行的體制 對這個信用卡的監管裡面 若然有其中一個戶口 他的信用卡 是多次被人使用 但這個使用之間 又是使用不了因為有密碼難阻 而盜用的人 又多次可能按錯密碼 可能會直接導致 將信用卡會停用 況且 傅國豪在機場 被人打完之後 當他回到內地之後患上了一些屈屈不歡的症 到他離開 其實這段時間 間距不是很短 如果在這段時間 他的銀行卡有被人盜用過的話 為什麼之前 一些消息都沒有傳出來呢 就算沒有消息傳出來 起碼傅國豪都會找公安部門 來報警跟進這件事 因為銀行信用卡被盜 沒有理由自己不知道 就算不找公安部門協助 都起碼會跟銀行說 銀行卡不見了 第一時間 就停了信用卡 所以傅爸爸說到傅國豪的信用卡 銀行卡被盜 並且被人打破 這裏是有疑點的 若然傅爸爸覺得 有一件這樣的事情出現的話 可以在內地向公安部門來求助 若然這件事情是因為發生在我們香港 而傅爸爸覺得有需要在我們香港報警的話 也大可以來到我們香港 找我們的香港警察 因為這類型的犯案 是屬於商業罪案 我們香港的警察部門 是有一個很專業的部門 叫做商業罪案調查科 就來到調查這類型的案件 另外就是關於傅爸爸所說的 傅國豪之前在香港出差 他的出差費 是沒有報銷 這個出差費的報銷問題 究竟是有這件事 還是沒有這件事 若然有的話 究竟是傅國豪自己不報 還是報了 而公司那邊是沒有回覆 大家首先要知道 傅國豪 就是這個環球時報的記者 傅爸爸就說他似一份兼職 但是照看的話 不大可能 因為一個兼職的員工 怎麼可能派到他出差去外地工作呢 又會不會是傅國豪 報了公司 沒有理到他的不款項 沒有把他報銷的金額 退回傅國豪呢 大家就要看 環球時報 外面的世界 世界各個都會叫做官媒 為什麼會有官媒的這個名字呢 因為環球時報 是隸屬於人民日報 是國家有股份的公司 是一個正規的國家事業單位 和媒體機構 逢是這些派駐海外的記者 他們都有既定的程序 就是有關去外地的出差費 旅費 一切公司所支援的費用 都有一個既定的報銷方式 而通常這些的報銷方式 都是有規有矩 只要按部就班這樣完成的程序 就必定可以得到 況且傅國豪當時在我們香港出了那麼大件事 有什麼可能他公司 會這樣去對待他呢 所以我是想不明白為什麼傅爸爸會說傅國豪的出差費是報銷不了 又或者說到他自己沒有去報銷 我們平時回到內地 如果跟內地的親友 或者一些商業的合作夥伴 來到吃飯 都必定會聽過 人家結帳的時候 都必定要拿發票 所以如果消費員拿發票 都是內地的一個文化 更何況是一些公務消費 雖則父爸爸說的東西 來到這裡有很多疑點 但我們都要理解到 父爸爸他自己也確實不容易 辛辛苦苦養到兒子那麼大 也看到他學業有成 可以進入一間自己喜歡的公司 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 但是偏偏 遇上我們香港那一年的動盪 而傅國豪在這個動盪當中受到的傷害 就是實屬無辜的 到最後 傅國豪可能因為這件事件受到的傷害 令到他最終都不能釋懷 而選擇了一條 自尋短見的道路 這個大家都不想看到 雖然這個消息出來了之後 內地有很多網民都說到 算了 傅爸爸 有些東西沒有證據的話就不要說 傅國豪在大家的眼中 是一位英雄人物 就算他欠下有幾十萬的負債 而這些負債 都不會輪到傅爸爸的身上 而內地有些網民更加說到 傅爸爸這樣說 是不是因為 沒有了兒子 自己的生活之處 成為了問題 所以這一刻 所以這一刻 要靠用這樣的方法 來得到社會的關注 而我們覺得 傅爸爸 如果真的要追討的話 其實可以向傅國豪這案件 有三個判罪成的被告 來追討 傅爸爸大可以聯絡一些 正義的律師 看看可否透過用法律的途徑 來追討 傅國豪在這件事裏面 受到過的傷害的賠償 這三名被告 他們分別的名字就叫做 北惠芬 賴雲龍 和何家樂 他們絕對是要為傅國豪 在機場所受到過的傷害 來負上責任 而在我們香港的法庭 只是對他判刑 今時今日我們看到 是絕不能還到被害者家屬的公道 所以傅爸爸應該考慮一下 向這三名被告追討賠償 況且在追討賠償的過程之中 若然這一群人涉及到其他犯罪元素 也可以通過執法部門 來調查一下 而我們作為平常人 我們時時刻刻都說 我們新潮民報導事件 就有那句說那句 不可以因為某一些立場 就阻礙了我們判斷的思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跟黃人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 雖然我們都很不願意 相信傅爸爸說的話 是充滿疑點 但是當我們去思考他的真確性的時候 又真的找不到理據 去相信傅爸爸所說的事情 而我們又跟大家一樣 對於傅國豪的事情 我們是非常之痛心 最後真的很希望傅爸爸 可以從他兒子離去的這個傷痛裏面 就走出來 而傅爸爸最近說的話當中 他就透露過自己有一個意願 就是希望在我們香港機場那裏 若然大家是想起傅國豪的話 不妨可以拿一束白花 去到機場 為傅國豪送上 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在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畫一個位置 來到向其他旅客去敘述傅國豪 在我們香港受害的事件 等其他國際的旅客 經過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清楚 當年那群黃人 是怎樣來破壞我們香港 破壞我們的國際機場 是怎樣來傷害一些無辜的同胞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禮拜一晚就有我們的新潮民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 到時約定和大家見面 還有的就是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